灰燥上頭有一個口床穿到白鞭 不過這不是在煮好的料 這是料酒館 現在在這種灰燒棚的衛生地 做小毒請處理 這個是在小吃攤 跟人家要那個用過的 這也算是一種那個 廢棄物在利用的一個方式 這邊可以拿來當玩具 也可以拿來當作工藝品 來做東西或做燈籠 這些都是還蠻棒的一個那個 材料 而且還不用花錢 衛生地雖然方便 不過有到保存會參加一些豐富製 因此衛生單位是沒有建議使用 但是衛生地腳是很方便 因素素量壓制不少 但是這個使用過的衛生地 一定會不及預算 不過料酒款是沒有用水洗 它是用刷來處理 這個方法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 因為我之前用水去洗的時候 會用相當多的水把那個油 筷子上面的油用掉 那我現在用佐水吸的沙子的時候 將它用搓一搓的方式 本身如果停留在這個土壤上面的時候 它本身也會增加土壤的營養度 這個部分拿來種花或種菜 它也是不錯的那個材料 土壤所用過後拿來精灰精彩 有不及更環保 在這處理過程中 可以看到的料酒款 對環保的觀點很用心 不過它回收等的衛生地 要做什麼用呢 這真是重點 因為筷子本來我小時候 就會玩這些東西 我們把小吃攤吃過的 重新把它來洗一洗 用最環保節能的方式 把它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再拿來碗 或來做東西的時候 它也可以算是一個再次利用的 一個好的方式 那我在通玩的方面 有很多種玩法 現在小朋友都在電腦和手機的 環境當中獨閒 對古早的洗頭麵完全不熟悉 因此聊一下 沒有前進這個 在找過期的洗頭東西 將這玩具分享出去 現在在臉書中報道